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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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语披头散发的披和散都表示散开的意思哦 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记住的吗 这个披和披风的披字是一样的 所以我用了这件披风来记忆披字 而披风在风中散开 这可以用来表示披是散开的意思 你们看 今天风很大 这个披着披风的人正披头散发地走在路上 看到画面中的披风 我就能知道披死了 它表示散开的意思 而画面中的女生头发披散的样子 不正是成语披头散发所形容的那样吗 披头散发是仪容不整的一种表现哦 这个成语常用来形容 一个人慌乱 狼狈或懒散时的样子呢 小小的成语可难不倒我 小朋友们 想像我一样厉害 会读 会认 会用 还会记成语吗 那就快跟着我一起来学成语吧